10月5號, 星期一晚上的鱷魚淡 我最恐怕的這種加拿大溫哥華的天氣 就終於出現了 你都看得到整個背景都是陰陰寒寒 灰灰蒙蒙那種 一早已經沒有了日光 空氣吹回來的temperature 就drop了好幾度, 只有十多度 然後也都感覺到 空氣中的溫度、濕度也高了 陰陰濕濕, 令人沒有來火氣 我這些最喜歡的陽光曬著 活力充沛的人去到這些天氣 心情為之沉一折 而且那個人的活力、精神也有受到這個打擊 情況好像現在 在美國的特朗普 在米特蘭州的特朗普 在醫院裏面被中國武漢肺炎折騰的美國總統 那特朗普的情況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說說 今天他的註診醫生 也都說了一些他的情況出來 但是當然了 特朗普那一夜 遠在東方的一個古舊國家裏面的十幾億的人民 就是同聲在這裏 在這裏被開心到飛起開香檳 吃這個酸辣粉 就是麻辣小龍蝦 在這裏被冰糖葫蘆在這裏來慶祝 特朗普中了這個中國武漢肺炎的消息 自從兩天之前公布出來之後 大家猜不猜到 在中國的互聯網裏面 搜尋這個Donald Trump的次數 或者瀏覽 關於Donald Trump的這個中武漢肺炎的 這個news 是有多少人次呢 給你猜猜 3 2 1 是19億 現在特朗普中了這個武漢肺炎之後 竟然成了中國的第一個網紅 大家真是猜都猜不到 我現在好像是你 這個白線失音報 山吞這個田雞 十九九跳下來 駁人的attention 都不夠這個特朗普中了武漢肺炎 不來得爆紅 整個中國的網絡界都沸沸揚揚 要一個去搜尋 討論 冷嘲 熱奉 祝福 什麼冷賊形式的這個 去討論這個特朗普的這個病情的情況都有 當然啦 有識之事的人少 愚昧無知這個 你想想心腸惡毒下流無恥無良的 這個中國網民是絕大多數 當然就在這裡同聲一笑 是吧 恨災樂禍 是吧 在特朗普幾年時死 覺得呢 Donald Trump中了這個 烏漢肺炎 這邊就叫做COVID-19 就是對中國建國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匪國 建國七十一周年最大的 這個國慶的賀禮 這樣 嘩 你這幫傻子 真是自尋死怒 死怒到臨頭死個臘肉 你竟然是完全而不自知 我真是屌你老美 情況真是好像在暴風雨前夕 這個屌你老美 所有人都不知道這個大風暴來臨之前 會捲席整個城州大地 鬼哭神號 到時這個Donald Trump 如果不想死 他回禮給你這幫傻子 你真是吃不了兜著走 我看看你這幫傻子 是怎樣去解釁得斷 中國人真的有時候 給人的感覺 心腸是非常之惡毒的 好笑 有一個同理心 一個74歲的老人家 還想要這個武漢肺炎 還不要想要忘記 中國武漢肺炎 僅自Originary你們中國的武漢 是你們中國 屌你老美研製出來的 四大發明之首 新四大發明裏面 最厲害的殺人武器 全世界裏面 屌你老美 這麼多人還想要一招 美國已經是超過20萬人的死亡 屌你老美 第一大的屌你老美 你確診和死亡的這個 受影響的這個國家 人家都說明要跟你計算了 這次連你的對家 總統都還想了一招 你們還不知 到屌你老美 怎樣去reconcile 去修和 怎樣去彌補這一劑 麻煩的東西 仍然在推卸責任 現在人家總統還想了一招 竟然在開香檳 吃花生 屌你老美 你就會見到這些傻子 不懂死之餘 一個民族主義上頭 一早就已經被中共的邪惡病毒洗腰了 變傻了一班無同理心 屌你老美 對前景看不清楚 盲目的一堆屌你老美 死蝙蝠 盲頭這樣去撞去撲火 然後就不知道 你老美已經是闖傻了大禍 好了 現在Donald Trump 中傻了之後 現在他究竟會不會好得回呢 好很多人都知道這件事 假設他好不想回 那怎樣去算呢 大家都會理解得到 這個副總統彭斯 和一個國務卿蓬佩奧 好彩就驗了 呈現這個陰性 也都把他們隔離了 但都知道他們現在 雖然知道Donald Trump 中了招 但是他們都有他自己的任務 去不同的目標裏面的前進 希望在未來的11月的選舉那裏 繼續幫這個共和黨 是可以攪拌點檔 而蓬佩奧也是在聯繫著不同的國家 希望可以拉著他們 站在美國的陣制裏面 對抗這個中共 這些是沒有鬆懈過 也都不會因為Donald Trump 中了招 屌你老美而停了 當然 每一個國家都有發問候的電報 或者這些慰問的電訊 給Donald Trump 普京都不能損在 其他歐西國家的盟友 當然是陸續有來 包括印度的總理 當然連肥仔金 金元帥也一早打了電話 問候他老有記 Donald Trump 竟然被習近平和彭麗 援兩夫婦發問候的電話 還來得快 還來得屌你老美 大家都可以知道 在很多惡如談的分析 北韓的情況 也都說了給你聽 肥仔金最怕走他爸爸 和他爺爺的路線 怎樣這樣這樣說呢 他爺爺親共親中國 但都看得到 親共親中國親了這麼多年了 你老美 韓國仔北韓人和南韓人的身形 比較矮了一節 身形的秀削也沒有 或是體魄強健 全部都是瘦瘦瘦瘦瘦極 不能夠的 生活起來 所有的物資 食物 糧食 金融 工業 商業 完全死亡過蠟肉 窮過蠟人 一早就要求變 很多太陽節 歌頌金正日 歌頌今天成的節日 其實肥仔欣盡量希望 希望不能出現 甚至在國內將他早上的相片、大相片、海報 越來越見面的程度減低 其實這是一個訊號 想告訴世界他有自己的主張 他也不會跟隨他父親和爺爺的路線 當然跟習近平餓你不夠死 也不會有好處 你窮到一窮二百 你麻煩的事就要你做 像我經常都這樣說 最多不會帶你去澳門D1打骨 也不會帶你去中國城 9號會所跳舞 西班牙舞廳、黑廳沒有 這些五六十路的女人的手就有你份 當然金元帥當然是聰明過什麼 就知道跟著習近平就是死路一條 所以在這件事裡 你見到金元帥更快 和早過習近平打電話去問候特朗普 你就知道金元帥其實是一條的聰明 值得加他 有運行 為甚麼金元帥 你這一枝東西 為甚麼特朗普不死 你又怎麼當 但是在中國的媒體裡面 官媒特別是 整體裡面的表現 其實就是比較低調 亦都沒有特別去評論 特朗普還知道這件事對他們的影響會是怎樣 中國的官媒爛頭卒 一個環球時報 一個第一打手 肉酸男 中國醜男 胡錫進 在他個人的Twitter裡面 他當然一定會抽水 但也不敢抽插得這麼大力 在旁邊的包圍裡 就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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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主要都是嘲諷特朗普 在金劑裡面 和他太太 Malani Malani 米蘭 一起中了一招之後 我忘記了中文叫甚麼 中了一招之後 主要都是抵擾你死的一件事 就是你過於托大 去減暴 去忽略 去pay down 中國武漢肺炎的毒害 中了一招 這一招 就是承受那個因果 吊你老美 肥侵 這一招你還不想 會影響了你的選舉 嚴格來說 他這些口臭的混蛋 那樣的一招 就非常之 mild 但是當然 整班中國的五毛 愛國分子 小粉紅 這班完全不想死 無知 無糧 這些無恥 這些中國被人洗腦了 這些市民 當然他們就是 當然來得著弱 輕狂 那樣 當然 你以為美國佬不夠知嗎 美國佬一定 一眼關七 在你中國裏面的媒體 亦都有廣報善限 知道你們民間怎樣去 去對待 Donald Trump 中招的這一件事 當然 我們香港的 老友記 或者世界各地的華人 這些網民 當然也幫助這些小粉紅 這些中國人 這麼狠狠 特朗普死 幫他免費宣傳一下 將他們這些言行 翻譯也好 轉載也好 多些發去美國的媒體 讓美國的這些網民之狠 原來遠在東方裏面 有十多億人 這麼狠 關切他的 總統 原來這麼狠 想他快狠一點死 還有他們有這麼多人 支持拜登 希望在來屆總統選舉 贏了 榮登這個 新任的美國總統 登上美國總統的寶座 多關心你們美國內政 叫人不要搞別人的內政 中國人最關心美國的內政 好了 現在 美國那邊 怎樣去依依川普 大家都知道 星期六我都跟大家講過了 其實有一個叫做藥廠 叫做regeneration 他們已經有一種藥 去到第三階段的層面 有一種雞尾酒的antibodies 混合療法 這個antibodies 會怎樣呢 就是在初期的時候 在體內裡 找到這一種武漢肺炎的病毒 你也知道武漢肺炎 有很多這些丫叉 加了出來一支支的東西 而這些藥就會針對 就是專門tackle 他的丫叉凸出來的角 尖位 竹蘇 那些東西 就蒙蔽了他 讓他不可以繼續入侵 這些細胞裡面 令到他們可以在他的細胞裡面 排避這個 凡癮這個病毒 似乎 Donald Trump之前 都有一些呼吸困難 發燒的這些情況 但近來也知道 退燒了 精神也有些好轉 也沒有那麼累了 剛剛今早 我們在加拿大這邊 就收到一個新聞 特朗普竟然 就在街上 下車裡面 在車裡面 就圍著他 在這個醫院 軍部醫院裡面 兜一個慢洗一條圈 揮手向他的支持者 致意這個謝意 因為多謝他們遠道從來 就是去到這個軍部醫院 幫他打氣支持他 你可以看到美國的國民 美國的總統 已經是同城一氣 情況給我感覺 就好像這個 偷襲珍珠港一樣 美國的國家 適逢這個大災難 只會令到美國人的堅定意志 美國人上下一心 更加是屌你老母 手牽手 心連心 對抗他們的共同敵人 就是哪個散播病毒那個人 少得到美國死那麼多人 仍然令到他們的美國總統 都還夠埋招的這個 此作勇者 先遙者賤 害人精 就是中國了 所以在這件事裡面 肯肯肯定會有覆卓 肯肯定會有手尾筋 肯肯定這個特朗普 也都會送上這個回禮 最喜歡穿這個 皇帝的新衣的習近平 就麻煩點 召喚他的裁縫 將他的皇帝的新衣 就最好改為這個 皇帝的壽衣 這件事 你就肯定 就是屌你老母 你穿肯定衣衣 為什麼我又這樣說呢 美國在一些搖擺州份 一些民意調查 也都出現了一些 很令人振奮的消息 因為原本的搖擺州份 支持拜登的這個%就會比較高 但是現在看回 一聲一夜之間 Donald Trump還拿招之後 追上去的這個% 就是拉近距離 就是非常之近 由47%拉到47%和43% 這樣的差別 拜登是47% Donald Trump是43% 很快有機會就會追過 而全國的民調 也是首次Donald Trump 已經是高過拜登的支持率 有40% 如果沒有記錯 就是46%和45% 換句話說 很大的可能性 Donald Trump在全國的選民的得票裡面 絕對是會高過拜登 如果連這些搖擺州份 繼續追上來 當他經過這個 支持COVID-19的新藥 這個新藥叫做什麼呢 叫做REGN COE2 這個還未能 endorse 還未能 approve 的藥 他都自己已拍神龍牆百草 特朗普以總統的 萬金之驅去試一隻新藥 還搞得不成功 無論民望和聲勢 一定會發生 拜登也是 完畢了他的夢 算了 差不太多閒人 在這樣爆發出來之後 那你total 他們預計的 最後的得票選舉 就是特朗普會有320個選舉人票 而拜登只有218票 應該會大勝 那如果Donald Trump 好得真是耍家 去著這個方向去出發的時候 換句話說 這個中國 就一定是很大 很大手未跟 因為美國除了民意的這件事 已經去著了這個Donald Trump 這邊之外 美國一些朝野的人 亦都公佈了 講到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 譬如這個共和黨參議員 這個Kelly Loeffler 他就怎樣說呢 他說中國傳播病毒 就是給美國的USA的President 這件事一定要跟你跟著 也都有特朗普的籌款機理 這個Blair Brand 他也都說明 中共就是向美國發動這個新化戰爭 說得很清楚 好了 還有眾議院的情報 還有一個反恐小組的委員 共和黨的一個成員 Mark Walker 也都說得到明 中國這件事 很明顯他們的做法 就是干涉到美國裏面的一些選舉的情況 也都不是很客氣的這樣講出來 那麼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 你老美 你說你會不會有首尾筋 很簡單說一件事給大家知道 不要講很遠 就是講我們以前的中主角 英國的Boris Johnson的一個首相 幾個月之前 他也都煩了這個中國武漢肺炎 未來之前這條狼養牆頭草 亦都說到明對中國那邊沒有那麼強硬 種完之後深受武漢肺炎的影響 死了臘肉 剩下半條人命 分分鐘連出生的兒子都見不到 大家就知道他之後出來的口氣強硬很多 搞到BNO移民 讓我們香港人拿BNO移民去英國 第一 第二 原本5G的項目 亦都去侵華為去玩 現在直接不用玩 要快點閒人 亦都一連串的這些 譬如反對中國的措施 加入特朗普的陣營去反中共 亦都是更加明確和明顯 那不能 眾愛過方之情眾 眾過方之走龍 特朗普這次拿完東西之後 你說他跟著對中國會是怎樣呢 大家可以可想言之 你還在那吵圈巴糾斃 根本就是自尋死路 恨災樂禍的中國網民 可能真的完全看不到他的前路會是怎樣 說多一件事給大家聽 題外話 但跟這件事亦都有一些疑問 大家都知道早兩天 就是這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匪國立國七十一周年 一些國慶晚會裏面 搞到台灣和中共吵冤巴斃的 就是他請了以前歐陽菲菲的侄女 歐陽娜娜 他老爸歐陽龍 亦都是一些影視明星 亦都跟國民黨有很大的關係 找的小妹過去當然有統戰的意味 這小妹在中華晚會裏面 就是高歌 其實是很糟糕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不說不知道 這首歌原來在韓戰裡 紅起上來的一首歌 這首歌就是在韓戰裡 抗美援朝 中國的解放軍 那時候躺在病床裡 死到臨頭的時候 護士去幫助他們 那時候唱這首歌出來 振奮他們的人心 繼續麻木地去 打這個美帝 當然很多人不說不知道 說了你才知道 你說美國佬知不知道 美國佬當然有很多人 會深入去調查 研究中國的這些情況 深入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文化 這一首我的祖國的歌 美國佬知不知道 而在你確慶裡面 你叫一個台灣妹唱這首歌 那你也都在現在這個情況 蔡英文總統和美國佬 走得那麼近的時候 唱這首歌 送出來給人民知 到是不是言下之意潛台詞 你們是要繼續跟美國佬對抗呢 總統給你拿一堆東西 你高調地唱這些 你不想反美歌出來 你不想拉輕人 這一堆東西 絕對有手未跟了 而這個龐貝奧 在10月6日 也會飛去日本 和這個日本的新首相 菅義偉去見面 除了見菅義偉之外 還會見澳洲和印度的這些大粒 那為什麼四個會坐下 美國、日本、印度和澳洲呢 當然就是談 怎樣去招呼你習匪近平 不想通知你 打算擺酒請 叫你們來開派對嗎 習匪近平當然仍然很希望可以去日本拜訪 做探訪的外交政策 希望將日本拉回來 但是現在安培退下來 叫了菅義偉上去 菅義偉會不會看你的台戲呢 大家就好看 原本在年底前 習近平希望上去訪問日本 但是我相信 今年他也不用去 你做夢就可以了 上去看看 有什麼影片 上去互聯網 重溫一下 日本的風情 當去到就算順利了 那麼 在這樣的情況 日本也會相對跟著 美國、澳洲、印度 加入抗共的路線 似乎特朗普應該會好得 消息顯示 在今天北美洲星期一的時間 他應該就會release 去出番園 那就是會振奮更加美國人的人心 特朗普總統 戰勝武漢肺炎 試驗新約成功 所有搖擺州份 全部 振備一呼 支持特朗普 拜登收皮 中國人的主觀願望落空 之後的怎樣呢 就是 沒事復仇 這一劑 大家等著買花生看好戲 還有多些宣傳 這些中國小粉豪五毛網軍 怎樣去奏糕特朗普死 給美國的朋友知糕道 這一局 大家年齡一氣 打中共打落水狗 就在今早 打兄阿姆 收尾 balanced